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如何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 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根据马斯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 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 制定并实行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特点的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这条道路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走互助合作道路 土地改革完成后 我国广大农民的生产机器性大大提高 这种机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二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农民这两方面的积极性 提出一方面不能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提倡组织起来 发展互助合作的机器性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 党不施时机的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 遵循自愿互利 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 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这个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 对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 只能引导说服和教育 使其自愿地走合作化的道路 第三 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 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 土地改革后 贫农 雇农由于分得土地等生产资料 由半数人迅速上升为中农 根据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 生活状况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模特中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 贫农和下中农一起 预约占农村人口的60%到70% 都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 从而解决了农在农村 依靠农民大多数和建立无散阶级优势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 党制定并贯彻执行的 依靠贫下中农 巩固团结其他中农 发展互助合作 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 赴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 这是农业合作化 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 坚持积极领导 稳步前进的方斋 采取循序渐进的迫走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大体上经历了 互助组 初级社和高级社 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 同时失败初级社 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 土地耕处和其他生产资料 容归农民个人所有 但在生产方面组织起来 互帮互助 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 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 实行集体劳动 产品分配按照暗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 耕处和大农具也付给一定的报酬 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阶段是发展高级社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 农民集体所有 暗劳复仇 取消土地分红 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 到了1956年年底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 产生了很多故事 例如穷棒子社 再例如鸡毛也能飞上天等等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 社里其他生产资料也很缺乏 社员们又投不起资 人们都管他们叫穷棒子社 就是这么一群穷棒子 硬是靠自己的双手 撑起了这个农业合作社 他们没有依靠国家贷款 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 到离他们村 三十五里的千溪县境内 深山里去打柴 卖钱添买生产资料 从1952年冬季到1953年春季 他们先后打了价值400多元的山柴 除了解决一些社员的生活困难以外 还添买了一头牛 一头驴 三十只羊 一辆铁轮车 另外还有牲口套 肥料等生产资料 以后又继续打柴 到1954年春季 他们社里已经有了一头骡子 五头牛 两头驴 六十五只羊 十二口猪 一辆铁轮车 还有喷雾器等生产工具 这些东西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是从山上取来的 毛泽东直到后 对穷棒子社的经验极为称赞 他豪情满怀的说 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 不能在几十年内 由于自己的努力 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 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 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 自己创造的 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不是回避问题 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任何人间的困难 总是可以解决的 另外 大家可以看看 陈宝国冯衍正主演的电视剧 老龙迷 就肯定会对这个问题 有更深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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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